看 这老板你这真不怕亏哦 呵呵 罗干 牛油果 祝大家早中晚都好 我是老吴 相信大家那个寿司肯定吃过 但是寿司自助没吃过吧 我也没吃过 所以说今天的话 我就要去探一家那个海昌这边的寿司自助 看看他的性价比如何 只要53元一位 是挺实惠的哦 走吧 到了 就是这里 这边是自助的吗 对对对 哦 外里固的啊 这个上面的全部都是自助吗 对 你扫出来的都可以点 哦 这边有标价格的话 他也当然也是能自助的 哦 那个价格你不要管他 哦 就不要浪费吃饱了 刚看了一下这边不单有寿司 还有面 还有什么手卷啊 七八八的 都有啊 就吃那样也是一个日料嘛 吃日本的东西了 感觉还蛮合胃口的 这边有这种套餐啊 就是一份的包量比较大的 32里的27里啊 最少都有十几粒了这个 那个不建议先点怕吃不完 嗯 还有这种 前草寿司大船 就是一份有一百二十粒 这个我都不敢点 然后要注意看到这边这下面啊 下面的话这边寿司的话 什么寿司卷啊 它是一份有八粒的 要盛典先下单到十份 先尝一下 老板你这边那个 有没有说最多最高纪录 是有人吃到多少寿司 多少个 八十多个 八十多个是吧 八十多个 然后我还加三碗拉面 这么猛吗 一个女的 还是女的 还是女生 一个女的 你吃这个 真的 我看她吃的 哇想破这个季度 感觉好难啊 先吃吧 先上了这个三种 这是那个芒果的 一份的话有八个 真的感觉挺多的 味道不错 就是稍微有点有点多 这个中间是有包一个虾子 哦 这个虾 嗯 这是冰箱鱼的 荣誠一份是有包一个 这一双 这一双 对嘛 就是 这一双 这一双 你帮我嫌 吃一双 吃一双 嗯 牛油果 甜香 芝士蝦 芝士蟹 这是炸的那个也是蟹咯 这个也是芝士蟹吧 这个是那个芒果 鲜鱼 感觉那个每一个分量都蛮多的 换了这个下壳不能吃 才53块钱一位啊 又是牛油果又是又是蝦的 只能吃了呗 这牛油果好脆 它应该不是那种熟透的牛油果 这种芝士的沙拉的啊 感觉点太多的话 吃起来蛮腻的 所以这种要少点一点 中间这一层是那个鲜鱼 有股那个芥末味 酸酸甜甜的 基本上每一个都是酸甜酸甜的 多惊吓的却没用 啥的啊 你们这个 有点像那个蟹豆棒吧 这边像寿司味道都挺不错的 东西的话也很实在啊 都是大大个的 像那种虾呀 就是一整只虾 上面一层是那个沙拉和一只酱 好甜啊 这个这个是什么酱 酱油吗 还是蚝油 你看 这种 蚝油啊 蚝油啊 应该要酱油呢 湖里面有 不要不要 这个蚝油 味道挺重的 上的这些已经是吃完了啊 算了一下是26粒哦 然后看这边还有那个三文鱼的 还有鹅肝的 还有北极背的 开放式的厨房啊 看这里啊 这么大只的这个三文鱼 价格价格不菲啊 我在点分这个豚骨拉面吃一下啊 寿司的话我可能吃不了太多了 因为他太甜了 我有点有点吃不来啊 这个肯定会比较适合那些女生来吃 三文鱼的 鹅肝的 听到老板说以前这边是专门做 单点的啊 然后做了有四五年了 他今年才改了改了这个资助的 像这种 鹅肝的单点 这一个的话要要十几块 上面的口感还可以 不是说特别好 这还可以 煎的蛮香的 我的面来了 那你再烧我一千 后来再烧我 看 这老板你真不怕亏哦 这碗的面料好足啊 老板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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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